正在莫大夫抬头仰望之际,一缕寒光以蓄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脚下悄然窜出,迅猛地刺向他小腹。 其速度之快,用电光石火来形容也毫不过分。 直至光芒快要触及到伊山时,莫大夫才愕然发去。 莫大夫大惊失色,慌忙之间急动生智,突然来了个铁板桥,整个身子像没了脊椎骨一般,从中间向后打了个对折。 闲闲地让过此剑,短剑紧贴着肚皮划了过去,把腹部的衣衫都划开了一条细长的口子,差点给他来了个大开膛。 让过此剑后,莫大夫仍不敢松醒,脚底下像装了个弹簧一样,身子未动,整个人却向后划开了几丈人。 这才敢扬起身来,又惊又怒地往向见光飞起的地方。 只见,他刚才站立出附近的一处地面,慢慢地扑鼓了起来,越鼓越高,最后竟形成了个黄色人形。 正是把软骨弓、脸膝弓和伪逆术结合到一起使用的韩力。 此时的他,身上换上了一身同地板完全一样的土黄色衣衫,左手提着那把短剑,眼中正流露着懊恼的神色。 看来,对刚才那一剑,韩力心中感到很是可惜呀。 而莫大夫原来焦黄的面容,此刻却有些发青,他现在还在被刚才那一剑的惊险给弄得心中砰砰直跳,后怕不已。 他不是没有经历过风险的江湖新手,但离死神如此之近,在他的前半生中也仅有寥寥数次而已,更何况是被他一向轻视的韩力所为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,神情终于恢复了平静。 看来我是真的有些小瞧你了,我亲爱的徒弟。 你这一手耍得不错啊。 很值得我认真对待了。 听到这句话,韩力双眉往上一挑,冷笑一下。 他单手抓紧了短剑,卖起小方布,慢慢地向莫大夫靠去。 摩引手。 这三个字从莫大夫口中缓缓吐出。 这低沉的声音,仿佛是从天外悠悠传来,带有不可思议的魔力。 连韩力也不禁正了下,停住了向前的脚步。 话音刚落,莫大夫身上猛然爆发出了一股冲天的煞气。 这气势如同狂风骤雨一般,越刮越大,并且向四周不停地扩散开来,充斥着整个小屋。 韩力被这突如其来的狂暴气势迎面铺了个正潮,被逼迫得一连倒退了好几步。 他恐怕拿出了真正的绝招来对付我了,看来刚才那一件给他的刺激不小。 小子,能见识他老夫的成名绝技魔音手,你也算是三生有幸啊。 莫大夫震耳欲聋的狂傲之声在韩力耳边嗡嗡响起。 不过,幸亏没有蕴含内力,所以影响不算大。 一连两次听到莫大夫傲然地提及魔音手这个名称,韩力不由地望向对方的双手。 这一看,让韩力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。 只见莫大夫双手自手肘往上,本枯瘦的手臂一下子就像充足了气一样,凭空膨胀起来,比原来粗大了一圈。 更令人吃惊的是,原本肝黄的皮肤此刻变成了银白色,反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,似乎坚不可摧,如同针银打造的一半。 这就是莫大夫真正的实力。 韩力的心沉了下去,抓着剑柄的那只手冒出了不少细细的冷汗。 不过,韩力表面上还是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模样。 她平静的面容没有露出丝毫的心虚,似乎对莫大夫的傲然之色视若无睹。 莫大夫有些不爽了。 她虽然对韩力以刮目相看,但还是觉得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使出鸭香绝活儿,实在是有些大才小用。 因此,她更希望能看到韩力下破胆,手足无措的模样。 这才对得起她的一番发威啊。 你知不知道,你这种神情很让我讨厌。 一个如秀未干的小毛孩,偏偏整天装作一副胸有成竹,一切事情都在你掌握之中的模样。 是吗?能让我们莫老感到业务,那是我的荣幸。 我以后,一定会把这个优点继续发扬光大。 韩力也不再沉默不语,而是用讥讽的话语加以反击,希望能从言语上让对方露出些破绽来。 不过很明显,韩力的这个企图没能实现。 莫大夫没有再继续开口说话,而是双手对击了一掌,发出金属摩擦的噪音,让人心神无法安宁。 最后,他身形一晃,人已到了半空中,挥动起银色巨掌,整个人化作一股狂风,以泰山压顶之势,直向韩力扑来。 看来,他是不打算再磨蹭下去,而想依仗神功,一举将韩力拿下。 韩力的神色也凝重起来,全神贯注地盯着对方的来势。 眼看对方已经跃到了他的头顶,这才把短剑举起,直插向对方的咽喉。 莫大夫见韩力如此拖大,竟不回避自己的强硬攻势,心中不禁一喜。 哼哼,去死吧! 他分出其中一只银手去抓韩力的短剑,另一只手则对准了肩头部尾,猛劈了下去。 见对方来势汹汹,韩力自然不敢掉以轻心。 只见他握尖的手腕轻轻一抖,手中短剑突然横了过来,捂成了一个车轮大小的银团,护住了自己的上半身。 莫大夫嘴角露出嘲讽之色,但两只手掌的趣事不变,硬生生地先后抢入到剑光之中,没有半点避开的意思。 韩力的短剑砍到银色剧掌之上,剑起了几丝火星,不但没伤到对方的皮毛,反倒被弹得老高。 莫大夫趁此机会,把手掌一翻伸出一只手指,在来不及缩回的剑刃上轻轻地一弹。 韩力立即就觉得虎口一热,手中植物嗖的一下就斜飞了出去,深深地飞插在了墙壁之上。 紧随其后,另一只银手也忽然改掌微爪,抓向韩力的琵琶骨,将封住他的行动能力,生擒下韩力。 眼看形势急转直下,以身陷微镜之中,韩力却没有露出慌乱之意。 他肩头微微一画,整个人一下模糊起来,竟在莫大夫眼皮底下幻化成了一缕青烟,向着正前方直冲了过去。 莫大夫见到这种鬼魅身法很是吃惊,但是他借着落下之势把双手画成了一道厚厚的银幕,想把青烟给拢住。 可这青烟实在是邪门啊,他呼的一下往四下一兜,以一种难以想象的诡异角度,活生生地从银幕之下渗透了出去。 然后一个急转向,奔到了莫大夫左侧的屋角后,这才停了下来,并且逐渐清晰露出了韩力的本来面目。 莫大夫轻轻地落到了韩力原本站立之处,没有丝毫停顿,就像幽灵一般地倒转过身子,又把面孔朝向了他。 脸上原本的傲然之色已经完全退去,只剩下一脸的木人,眼神中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。 此时,韩力也觉得情况不太妙,他额上渗出了丝丝冷汗,面颊上有了一道不正常的红韵。 刚才的缠倒已经透支了我大部分的体力,只把下一次无法再使用出相同的技巧。 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,韩力让身体尽量放松,以减轻刚才罗烟布的使用对肌肉造成的负荷。 如今他只能抓紧一切机会,让自己多恢复一些体力,好在下一轮搏斗中多有几分获胜的希望。 韩力又低头望了一眼,还在微微颤抖地左手。 这只手已经完全麻痹了,根本无法再去体检。 看来,现在只能用右手来战斗了。 现在,我体力丧失了大半,无法再使出罗烟布。 更糟糕的是,还只能用单手来作战。 这真是坏得不能再坏的处境。 看来,只能动用秘藏的最后一招了。 韩力望了望屋外的太阳,觉得正适合施展此招。 他又瞅了一眼插在墙上的短剑,这把武器看来是没有机会取回了。 韩力沉吟了一下,从怀中取出了另外一件武器。 这同样是把半尺长的带翘短剑。 因为尺寸过短,说是短剑,还不如说是匕首比较恰当一些。 看起来,比普通的匕首宽厚了许多,也是明亮无比,很锋利的样子。 韩力把剑翘扔在一旁,换成右手持剑。 把手臂伸展开来,用剑尖斜指向对方,摆了个进攻的姿势。 莫大夫把这一切看进眼里,却没有急着上前抢弓。 他倒背起双手,神色忽然变得和蔼起来。 韩力,你三番两次地躲了过去,的确出乎我的意料。 不过,你认为还能像上一次那么走运,能再次从我的掌下逃脱掉吗? 你刚才使用的步伐是很神奇,但看起来有不小的限制。 光从体力上看,就无法支撑你再次施展出来。 还是乖乖地投降吧。 你应该看得出来,我没有重伤你的意思。 顺从我的话,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糕。 他一会儿扮辞尸,一会儿冷酷无情。 现在又与众心肠来劝我束手就签,还真以为我好后脑,能上这种狗血喷头的搭档。 不过,他的这番言语,反而让我增长了几分的自信。 如果不是对我有了忌惮之心,又怎会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哄骗于我。